大家好,我是美味小手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怎样在家腌韭菜 这些韭菜已经摘干净了 现在把它清洗干净 韭菜洗干净后晾干水分 这里建议大家用电风扇把水分尽快地水干 韭菜晾干后切掉头和尾 其余的全部切成小段 切点红尖椒进去 这里如果吃不了辣了可以少放一些 或者不放都可以 再切点生姜片放进去 然后里面加入盐拌匀 一斤韭菜大概一两个盐 用手把韭菜抓匀 使里面的韭菜都均匀地沾上盐 搅匀后腌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锅里加入适量的水 再加入米醋进去 水和醋的比例是1比1 再加入两勺白糖 然后盖上锅盖 把醋烧开后关火晾晾 这回呢韭菜已经也好了 再准备一个无水无油的密封罐 把韭菜装进罐子里 然后再把晾凉的醋水倒进去 最后再加少许的白酒进去 盖上盖然后放在一两干燥处 好了 韭菜腌好后一周后就可以吃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麻烦关注转发下 咱们下期视频见